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 来吧 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 看有情万物和谐共生 这座被称为雪山之神的伟大山峰 是迄今为止我们的蓝色星球上 人类一直想攀登但没能染指的圣洁之地 人们往往把攀上顶端形容为对高山的征服 其实人与自然之间更应该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 自1902年以来 一百多年中 人类二十多次试图登顶卡瓦格伯峰 军告失败 最后一次是1991年1月3日 中日联合登山队 17名队员 永远地留在了美丽雪山 早上是12天 前后了 差不多3点开始是天气头上是变了 黑球球的云来了 开始下雪了 开始下落 盆明的下落 那天晚上 下落差不多晚上10点过了以后 就登山全部失踪了 这个是自古以来 这个民族这种比较神圣的东西 这个人为不应该破坏了 民族把这个圣上是当做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 2000年一份共同的宣言承诺 人类将永远放弃对这座伟大山峰的盘登 这个世界终于有了一座永远以处子形象 屹立于苍穹的自然圣境 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天然合一的思想 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协调统一 共生 共荣 相互敬畏 高山不仅滋养着人类有着气象万千的自然之美 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 每一座高山都是一座危恶的文化图腾 宝览天地山川的壮美 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的专享权利 从高空俯瞰的角度 同时又能够以几个月时间持续地巡视 在时间和空间的绝佳交汇点上 遵向这个蓝色星球的瑰丽 长途迁徙的鸟类有比人类更加幸福的历史 至少他们每年都成功 甚至是纵情地飞跃和寻览过卡瓦格伯 他们的祖先和卡瓦格伯一起历经和穿越过 仿佛无限的世界 当然 更高 更悠久的阳光 知道比鸟类和地球生命更神奇漫长的地球故事 6500万年前 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边缘的底部冲来 大地挤压 碰撞 将喜马拉雅山外和青藏高原 抬升成为世界乌鸡 这股洪荒之力 将千山万鹤从中国地势的最高点牵卸下来 又几乎成直角的向南 来了个急转弯 这般的山河巨变 构成了耸立于中国乃至亚洲中部 巨大从距的南北向山系 成为这块欧亚大陆板块偏东部的脊梁 其中在滇藏川三省区交汇的巨大区域 一系列南北走向的褶皱和断裂 被称为横断山脉 它改变了中国在地理上的格局 也成为中国西南无数传奇的开始 有人把云南的地理形容为时空大折叠 从高空望去 大地扭曲 形如褶皱 地势自西北向东南 由高向低急速下降 群山起伏 峡谷深邃 纵横交织 如同凝固的惊涛海浪 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 和南下的大陆冷空气 在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之间愈合 气流激大 升汤回转 在冷热气流交汇的顶端 梅里雪山 强烈上升的气流 变成浓雾大雪 造就了世界上罕见的低维度 高海拔 寄封海洋性现代冰川 这是东亚 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 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 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 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多样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就是在这波涛汹涌 大气澎湃的地形地势中 云南高原的群山万鹤 孕育和淬炼了最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 古人类的起源与扩散发生于此 各动植物类型构成的天籁 正龙发聩 一切都生机勃勃 洋溢和泵射出奇力梦幻的光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所看到的山脉 是大地的骨架 是壮阔与雄伟 而对无数的生命来说 高山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 在寒冷的日子里 蝙蝠鹅钻进地下洞土 把躯体深深埋起来 预备度过严寒的冬季 寄生在它肥胖躯体中的东虫下草菌 则在蛰伏潜藏着 春夏交接的时候 虫草菌的包子会从紫囊内射出 产生牙管 并开始向地面伸展 去追寻雨露和阳光 六月 中国西南炎热如火 白马雪山却会降下额毛大雪 甚至在短暂的一天中 白马雪山能够聚合起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让我们领略大山的魔力 机遇巧合时 在短短三四个小时之内 经历从山地亚热带 暖温带 中温带 到寒温带 寒带 逐次过渡的立体垂直气候 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垂直分布 层层叠叠的动植物类型 水平距离不足四十公里的区域 植物学家发现了七到十六个植物分布带谱 这相当于中国境内 从南到北几千公里的植物分布带 在这个季节 白马雪鸡 这种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智类生灵 一般都生活在雪线以上的高山顶上 四五千米的高海拔处 它们有季节性垂直迁移的习性 跟着雪线 夏季上到五千米的雪山 冬季又会往下 进入灌木丛林 甚至能下到云山林里 白马雪山周边的藏民 更愿意用自己的语言 把这种神奇的生灵叫做共翁 对阿荣夫妻俩来说 这是一种神圣的鸟 它的出现被认为会带来好运 俩人努力地在雪中寻找 希望能寻觅着雪鸡的脚印 找到冬虫夏草 为了采到冬虫夏草 阿荣夫妻俩离开家乡 已经在白马雪山住守了三十天 这些人怎么玩的 要得手 嗯 嗯 就去拖一呢 嗯 嗯 那么几乎一样 你能看来别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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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马拉雅造山运动 是地球新生代最重要的地质事件 大量起源于新生代早期的被子植物 出现了剧烈的变化 或被抬升到高海拔地区 或者陷入低海拔的河谷地带 快速的地质构造运动 强劲的西南季风影响 使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的生存环境 变得极为多样化 许多特有新物种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演化形成 云南的落叶松是魔幻的植物种类 云南的落叶松是魔幻的植物种类 千万年之前 印度板块深深插入欧亚板块 碰撞产生的巨大力量 搅动扭曲着大地 大量植物随之四散而去 繁衍开来 让落叶松 这种在北极圈才能够看到的物种 出现在低维度的中国云南 全世界具有重要观赏价值的杜鹃花 共有850多种 中国云南就有270多种 被人们称为杜鹃花的故乡 而仅生长于中国云南西部 和缅甸东北部的大树杜鹃 是杜鹃花中最高最大的长绿巧木 被誉为世界杜鹃之王 至今存有量不超过3000颗 由于长在深山之中 大树杜鹃直到近代 才被生物学家发现 从树苗成长到开花 它需要经历漫长生长期 因此每一棵都格外珍贵 因为有了大山的养育 从一粒不及芝麻大的种子 到参天大树 上百年的坚持 大树杜鹃成为一个传奇 海拔2500至5000米之间 是高山岸针叶林的区域 丁金丝侯则是这一区域中最活跃的物种 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57个关键区域之一 同时也是中国和世界温带地区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其间物种 非丁金丝侯莫属 丁金丝侯是中国特有的物种 国家级保护动物 生活在三江并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 与大熊猫并称国宝 丁金丝侯是世界上七夕海拔高度最高的灵长类动物 我们丁金丝侯它的社会结构 是跟我们人类是特别相像的一个结构 也是一种重臣社会 它们相互有很多的关爱 很多的交往 丁金丝侯七夕地 拥有六千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 这一区域跨越四个纬度 海拔高达四千多米 生长着三千多种植物 五百种动物 珍惜冰威物种负极 是世界级生物基因库 大地之精华 中华大地之上 但凡还有林长类动物生存的地区 都是当地的重要水岛 是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依赖 也是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从这一意义来说 保护丁金丝侯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并且是维系统健康的房子 高达四千多米 还是维系统健康的房子 一样的小维系统健康 《上海拔高达四千多米》 小维系统健康 以及宣传公里 比较高达四千多米 除了十三千多米 原始森林 碧螺雪山的腹地 经过寒冬蛰伏的各种菌类开始生长 碧螺雪山是横断山系在云南的主要山脉之一 东陵蓝沧江 西纸怒江 其中海拔超过四千米的雪山就有十五座 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变识俊类 是从小就需要掌握的技能 和碧螺雪山隔江相望 这是高丽贡山 两条巨大的山脉之间 沐江奔腾而过 深切出世界第二的沐江大峡 这条大地缝河线将类似 和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相撞形成的山盆 和粗糙地连接在一起 千万年时光流逝 这里仍然保留着混沌初开的粗犯 蛮荒和原始野性 以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依相连的灵脈 神奇险峻的高丽贡山是横断山脉中的一颗明珠 丰富多样的植被被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空间 同学们远在一起 其他林长队他也要喝水 这个白梅长壁园他不喝水 他也会下地 高黎贡白梅长壁园 是近一百年来 长壁园科命名的新物种 这些看似腼腆羞涩的生物 以家庭为单位 组成一个类似于人类社区的群络 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 一夫一妻厮守到老 他们以一家三口或四口居多 群积在高黎贡原始而茂密的森林之中 终其一生只在树上生活 白梅长壁园的叫声洪亮 声达树里 在林中颇有一种唯我独尊的牌头 所以一些研究者送给他一个外号 白梅大侠 其他长壁园能在树间跳跃的距离 大约只有三到五米 而白梅长壁园在树与树间跳跃飞行的距离 可以达到十米甚至更远 敏捷迅速 可谓是森林中的体操王子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冷暖气流焦会冲撞的核心区域 吴蒙山的延峰钢鸾遭受着强烈的风化和波矢 它的片片灵甲沾染着鲜艳的血情和激情 盐血沉沙被吹送 被转移 它们中寄取了大量的氧化绿 氧化梦 尤其是氧化铁 这是它呈现红色的主要原因 日积月累 形成了滇东北最为著名的宏土高原 从南至北 横断山势不可挡 直到这股扭转山河造就奇观的洪荒之力 遇到哀劳山 被遏制的横断山停下了脚步 让哀劳山成为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 这个巨大的山脉 因孕育过古老悠久的埃劳国文明而得名 因此就地理来说 埃劳山是云岭向东南的延伸 但文化形态上 它有着字迹独特的风貌 山野间传来不孤鸟催春的信息 居住在埃劳山区的遗族花楼人知道 时候到了 从先民那里传下来的十八月历法 每一个月都有自己的专名 风吹月 鸟鸣月 萌芽月 开花月 结果月 一直到草枯 叶落 双降和过年节 都含有先民对误后的准确观测和把握 在相关的遗族创世史诗里 更有人们跟着风群学会耕种的传说 由于主产区在喜马拉雅周围的雪山下 延峰又被称为喜马拉雅蜜蜂 他喜欢将蜂巢修筑在悬崖和突兀的岩壁下 以保护自己的家园 以蜂巢为中心 半径三公里左右 一定会有丰富的蜜蜜蜂群每天就往返于这片广阔的区域内 繁忙 勤劳 不知疲倦 并竭尽智慧得到最丰富的收获 不可逆行的时光之河中 所有大山里的物种都意识到生命的真谛 顺天应命就成了万物生存的法则 对刀根火中草仪牧师的人来说 错过时令 意味着犯下了生死攸关的大罪 在苍狼的岁月中 这片多彩的大地补育了不同形态的人类文明 人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述着同一个古老的传奇 对雄伟大山浮育的人们坚定地认为 天人之间互为感应 无论是族群的兴旺 还是牛羊成群五股丰登 都需要繁衍 生长 男女相悦 这是大自然的法则 更是生命的玄机 庄严肃的仪式之后 盛庄的男女在山林间歌舞 嬉戏 享受最接近自然本性的美好和快乐 在丰饶的大地 生命生生不息 代代延续 这是向上 再向上的诱惑 待遇万物 被遇万象的神 让所有生命聚合 簇拥 让我们进入众生之门 生命蔓延 拓展 让天地之间旺盛 而难以把握的灵气 循环周流 升腾起 生命共同体 伟大的圣殿 伟大的圣殿 开滚烙 嘉烈不出 怀唇 聊肉 此 日月光滑 照样 日日 明年轻 从萌芽的具体 满面向所有方向 蓝色的星球 顶飞的雨 生命繁衍 大地如窗 雪山西滴着顽固 自由的气息好等 青鸟飞银 带来丁丁的想我 万物和我仍好 感谢观看